方文在我問你之前 我們先讓大家看一些數字好了 就是在昨天 其實在之前原本兩週累積的重症 大概差不多中重症就是五個人 但是在昨天一天 就多了五位中重症的 那這五位裡面就含有一名是死亡的案例 他大約是90幾歲的老婦人了 那但是這五人裡面呢 你會看到 打過二三劑 就第二劑或第三劑有兩個人 但是沒有打疫苗是完全沒打過的 其實就包含死亡的個案總共有三個人 在今年您看到的是本土個案的年齡層分析 尤其在中重症甚至致死率來講 你往下一拉 您看到90歲以上的25% 真的很高 尤其他上一個區間 80加的是4.5% 那好OK染疫了 你不打疫苗會出現中重症 但是就像剛剛是美姐講 每個人身邊不知道你有沒有這麼的 恰巧遇到了這樣子一個 可能打疫苗之後出現嚴重的副作用 甚至致死的案例 Follow你這邊接到很多陳情啊 其實我們接到非常多的陳情案 包含有一個 媽媽來跟我陳情 說他兒子四十幾歲 說長得跟我很像 大隻大隻壯壯的 去年打完疫苗之後 兩個禮拜 走掉 說心臟病 就說 然後 醫生問 去問那個報告 問他說 你要不要去做檢查 檢查是要解剖的 他那個時候真的很氣 所以他說沒關係 那就解剖 解剖出來呢 一樣 給你的答案叫做做 引發什麼什麼 高血壓 心血管疾病 等等 最後引發猝死 那 對於一個家長來說 我知道我兒子長得比較胖 我知道我的小孩 壯壯的 可是平常他沒有事情 他平常就算是高發危險權 但 了不起就吃藥控制 重點是我這個個案 他只是 高發危險權 他還沒有進入到要吃 什麼高血壓藥 什麼之類的 都沒有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他到現在 還在跟 市府 想要去打官司 因為 前一陣子有判那個 600萬嘛 所以他就覺得說 是不是有機會 有希望 他並不是說 差那個 錢 差那個補償金 差那個賠償 沒有 他就是要幫他兒子 討一個公道而已 而且討一個真相 對 所以跟剛剛聖美姐那個個案 非常像 這些家屬的心情 我們必須要去了解 這些家屬面對到的問題 我們必須要去面對 因為 這些人 極度有可能 就是我們身邊朋友 甚至是我們的親戚 那再講回來 很多長者 不去打疫苗 原因就是因為 看到這麼多的案例在前面 結果發現 我也有類似的狀況啊 國人有高血壓 糖尿病的人 非常多啊 不管是重的或輕的 誰不知道說 這一劑疫苗打下去 會不會對我個人 有很明確的 這個 這個身體狀況反應 講一個很實際的啦 雖然說 我自己是去花博打疫苗 我去了 醫生問我說 有沒有 類似的病史 沒有 但是 我就說 那我比較胖 會怎麼樣嗎 他說 沒關係 只要你沒有類似的病史 你就可以打 就這樣問完 其實前前後後問診的時間 不超過一分鐘 我摸著良心說 當然 運氣很好 我打完了三劑疫苗 我都還活蹦亂跳 雖然那三天就跟 被火車撞到一樣 但是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醫生因為一次要面對 這麼大量的 民眾 要來施打疫苗 他能不能精準的 看過每個人的病例 狀況 了解到每個人到底 適不適合打疫苗 為了去拚 這個疫苗覆蓋率這個數字 去 弱化了 大家去做 醫師的檢討這個部分 我認為 這個部分是未來 不管是COVID-19 或者是其他的病症 我們要去重新思考 到底應不應該 這樣子做 你說那叫什麼 雨媒挺式的打法 那個大家速度很快 椅子滑來滑去 有沒有就幫你打完了 打疫苗很快 可是 前面的準備工作 我認為 政府有責任跟義務 要給我們是安全的 有保障的東西 所以 大家都說 不管高端 有人笑說是 浮水 有人笑說 高端是聖光耀 這個西東 都要去打 我都沒有意見 可是大家千萬不要忘記 不管是高端也好 或者是其他現在 WHO同意的這些疫苗 通通都是EUA緊急授權 真正的疫苗要完成 要走十幾年 最少也七八年 你要把那個完整的流程 去做研究 到底 黃種人 OK 白種人 OK 有色人種 OK 甚至是 哪些人 你可能 身體上哪些疾病 可能會誘發什麼 慢性疾病 這是一個完整的 成熟的疫苗 才該去做的事情 但是我摸著良心說 不管是 只要面對到這一次COVID-19 疫情的疫苗 其實都沒有完成 這一部分 都在緊急的狀況之下 做出最緊急的授權 所以 我認為 身為一個承受的政府 應該有責任跟義務 去照顧這一些 因為疫苗而離開人的家屬 因為 這些人 他們是為了配合政府的政策 希望提高疫苗的施打率 進而去做了這件事情 可能引發他其他相關的疾病 但是最後導致的結果 是大家都不願意看到的 那我們再回來看一下 剛剛那個圖表 我其實要講的是 說在昨天 數字突然暴增 但是依照 過去衛福部的經驗 這個是校正回歸 比率也很高 對不對 因為 過去好幾天的案子 抽抽抽抽抽 在最後 confirm了 反正週末 就一併公佈 數字反正越來越墊高 人民越來越無感了 那到底我們的疫情是要 清零還是要與病毒共存 大家其實沒有一個共同的說法 那這邊呢我有看到 網友有寫一個 打油詩 我來分享給大家 只是Rap 不能Rap 這是詩好不好 請尊重 實景實鬆 破實中 選北選逃 掙扎中 共存清零 搖擺中 下班飲酒 真輕鬆 陳情被阻 新總統 實時祷告 疫情中 中央政府 有何有 滾滾病毒 肆虐中 還有 好詩好詩 真的 不錯不錯 當然希望這個詩 不要繼續成真 也希望我們政府 趕快把 方向訂出來 就以小英總統 為例好了 他說他有跟確診的家人一起用餐 我都覺得沒有關係 因為大家都可能會遇到 那遇到了之後 他選擇自我隔離14天 那可是你前一秒又跟我講說 要新台灣模式 又要正常生活 那總統可以有14天的時間隔離起來 因為別人都要跟他視訊會議報告 一般人不行啊 一般人14天沒有工作 他可能就完全沒有薪水 他可能就完全沒有 沒有辦法負擔他的生活 那面對到這14天 他又有獨立的位於獨立的空間 一個人 真的有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房子 有這麼大的空間嗎 千萬記得 莫忘世上苦人多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政府必須要去重新調整 對於輕症患者的一些規定 跟隔離辦法 才能夠有效的 讓所謂的新台灣模式 讓大家的生活 照常 這個舞蹈跳 馬躁跑 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呢 還有細菌在打架的時候呢 會變成什麼 變成水 沒有殘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個百次千次 其實也不會傷到你的皮膚 那家裡有小孩的孕婦都可以很適用 哪裡買得到水神生成機 請上快點GO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就會有折扣喔